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政府 金门县 地方政府跟中国政府计划来一个三方共同主持的通水典礼 可是因为中国政府这阵子在国际上面对台湾多所打压 尤其是因为中国搞鬼在台中主办的东亚清运被停办了 台湾人非常生气 所以中央政府认为这个时候办理饮水典礼时机不宜 最后通水典礼是在只有金门县政府跟中国政府参加的情况下举行 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他强调 台湾的中央政府确实未获邀请 也就是说金夏通水 当然绝对不只是民生问题 它更是政治问题 水其实是一种战略物资 所以厦门供水金门 万一日后台湾中国关系紧张 水将会弱化金门的这个战略防御 那个时候将怎么办呢 是不是 我们认为如果通水问题从单向变成双向 也许上面提到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的解决了 也就是说中国送水到金门 金门呢当然也可以送水到中国 不过金门送过去的水 酒精度都很高 通常介于57%到59%之间 对我讲的是金门高粮 这条介于金门跟厦门之间的这个酒馆 不是不是水馆 一定很受中国的欢迎 以后呢要是厦门任意对金门断水 或者学金门炮战的时候单打双不打那一套 来个单输双不输这输输水的输 金门也可以随时把酒馆给关掉 或者单日输酒双日不输酒 一定会让喜欢和金门高粮的中国人哀哀叫 总之呢台湾跟中国的交流一定要对等 不能够让中国与取与求 通水跟通酒就是很好的例子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今天来聊天的来宾是谁 一直到10月28号 在高雄美术馆 有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好看的展览 叫做裸 今天呢我们的特别来宾跟我聊天的 就是高美馆的馆长也是这个展览非常重要的这个推手 李玉玲 玉玲欢迎 光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英国这个泰德美术馆 他当初怎么会想到要跟高美馆来合作这个展览 OK 我想这个展览能够来到台湾 事实上我觉得是蛮多因缘构成的 一开始的起源其实是澳洲的西南威尔斯美术馆 New South Wales美术馆跟泰德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 去想要跟泰德的典藏 泰德美术馆的典藏做这样的展览 那一开始的巡回其实只有西南威尔斯就是澳洲 然后到纽西兰奥克兰美术馆 然后紧接着到韩国跟日本 那程如刚才讲的就是在2016年2017年前后 因为刚好澳克兰的第二站 巡回的第二站的澳克兰的馆长 跟我都同时担任馆长的这样的一个姻缘 我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展览 即将会有一个全球性的巡回 那大家可能知道 光源也知道 其实泰德的东西非常精彩 泰德美术馆的东西非常精彩 而相较于比如说法国 比较常来我们台湾的不管 包括罗浮宫 或澳塞美术馆等等的 其实泰德的东西 相对比较少在全球里面被看见 所以当我第一时间知道 有泰德的组织 会出来做一个国际的巡回 这个展览的内容 我们中文翻成裸 其实是聚焦身体 用裸体 就是NUDE 这样的一个概念去串接了整个 非常精彩的西方艺术史里面 非常精彩的两百年间的这个 艺术家表现身体的方式 所以我一看这个展览 就是眼睛一亮 觉得实在太重要了 就很多层面来讲 这个展览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就立刻跟Rana 就是澳克兰美术馆的馆长 写了封信说 这样的展览有没有可能来台湾 那就是透过他的引介 然后开始进行长达将近 一年 将近两年的时间的一个对话 终于让泰德展首度来到台湾 而且是在高雄市里美术馆展出 就是说在各个地方展览的时候 它内容都一样吗 其实前面的四个站的内容都一样 只有来到台湾 我们有许多 只有台湾才有的作品 台湾成为压轴 是Pierre Bernard 印象派时期的 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家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很当代的 曾经得过Ternard奖的Tracy Amin 也是只有台湾 她是非常当代的 非常当代 就是台湾only 有Tracy Amin的系列作品 那Barnard也是只有台湾有三件作品 其他的展览的Value 其他的巡回的美术馆 都只有两张Pierre Bernard 那这次展览 它对于身体的 就是说的这个绘画的展示 横更的大概多少 两百多年 对 对不对 它中间有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从最原始的 对身体的这样子的这个描绘 可以到后来用身体这件事情 去展现绘画者 就是画家 他们绘画的整个理念的东西 它整个转变是怎么样 这个展览我觉得最... 当初我一看到这个展览 眼睛一亮的原因 除了有泰德美术馆这个品牌之外 更重要的其实是 整个策展的一个角度跟方向 策展的是谁 策展其实是泰德美术馆的 一个资深的研究员叫做Emma Chambers 对 前博士女士 他其实开幕也有来 也做了一些演讲 回到刚才您提的这个部分 其实对西方的训练来讲 身体一直是 至少从整个西方的 艺术史的一个文脉来看的话 身躯一直是占据了 西方艺术史的发展的 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所以这个展览基本上可以说是 从学院时期一直到学院理想 古典理想化的身体 一直进到二十一世纪身体的一个 大的一个论述跟转变 回来刚才您说 为什么身体这个为核心 在学院里面 它有非常强的hierarchy 很强的位阶的一个训练 首先第一个就是历史化 历史化的意思就是 也是我们这一次的 第一个系列的历史之声 历史化的意思就是 它是去描述包括古典的希腊神话 圣经故事跟古典文学 像河马的诗之类的人物角色 是从历史绘画是第一 最重要的 所以历史绘画里面一定会有人物 所以身体的训练很重要 你要能够掌握身体的比例 也许披上衣服或是稍微有点遮掩 那样的比例才会是对的 第二个重要的类像是 其实第三才是 风景化 地图 然后第四方也就是包括 静物、血生、动物等等 往下越来越不重要的一些类像 事实上地图 变成是我们印象中西方艺术的 很大的一个主题 是在差不多将近也是 十九世纪末 世纪后半 浪漫主义新奇的时候 特别是紧接着印象派等等的 风景才变成是一个 其实你想想 早期的包括像文艺复兴的绘画 宗教绘画等等 人一直是占据着西方艺术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所以对人的写生跟描绘 这样的训练 其实在学院里面是很严谨的 所以回来想就是说 身体其实是西方艺术在表现上的 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这个展览从古典的刚才提到的 非常严谨的规范的体力底下 渐渐的开始被松绑 被开放 历经这个整个 其实整个展览分为八大主题 一直进到整个二十一世纪 很多重要的艺术家 都是首度来到台湾 第一次被呈现 早期他们一些绘画家 他们画裸体 他们有没有宗教上面的一些束缚 他们有没有很多禁忌的东西 NUD其实也是一个学院里面的 一个规范的语言 它当然直接中文的翻译就是 其实像在日本展触就很好 它直接就不翻NUD 因为我们知道日文的语系里面 有所谓的片甲名 片甲名它其实就是把西方的很多概念 它直接用拼音的方式去呈现 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像我们麦当劳 我们中文翻成用中文汉字写 麦当劳 可是日文它其实就是用 片甲名拼音就是 Makdo Narudo 所以NUD这件事情 它就叫做直接的画册标题 就是NUD 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样其实是比较方便 就是因为NUD在Academy里面 其实是有非常严格的规范体力 第一,NUD首要的标准就是 它不是NUD的 NUD不是赤身裸体的 OK 第二个规范就是 NUD它不可以是当代的 知道身份的人物 OK,所以它的绘画对象是 不存在的 以正上是不存在的 譬如说神这种东西 对,这就是 仙女这种东西 有展出的亚当与夏娃 然后第三个当然最容易出现的 就是文学作品 像刚才提到的河马 河马写的特洛伊战争 里面的各式各样 半人半神的巨大英雄 或者是巨大美女 那第三点 NUD的第三点非常重要 也是很打破大家的想像就是 OK 那如何能够不伤风败俗 其实有很多体力的规范 所以很多 现在我们看觉得相当正常的 一件作品 其实当它在沙龙展的时候 也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 ACADEMY就是有这么的严谨 所以才会渐渐推出了 包括像印象派 以及从印象派以降 后印象派、立体主义等等 这些完全其实是 与学院的体力背道而驰的 这一系列的发展 早期对于像这个 你刚刚讲这个 这样子NUD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下面 性贞 基本上是他们 不是很刻意要去展现的东西 那个有一幅 那个好像是在画一个 比较像是一个妓女 可是他对于一个妓女的 这样子的一个身躯的这一个表现 其实我相信会让原来去相信 就是刚开始那种 你知道画神 画仙女这种 这种画家 他们看到一定会很震惊 我稍微提一下 譬如说 就是刚才提到的 雷顿爵士画的Psyche 事实上我们可能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Psyche让观众朋友 比较有一个想象说 当我们说完美理想的身体 究竟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样大家就可以比较知道说 OK 他的身体是不是仿佛跟列咒一样 这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像NUD的三大标准 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像Psyche 就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我们知道其实印象派是伴随了整个中产阶级的兴起 然后现代都市的一个崛起 一个发展没有错 而且它开始把日常生活的场景给画进来 对,完全录画完全没有错 大家可能知道 现在已经是所谓的经典作品 就是马内画过的一张叫做Olympia 就是一个裸女戴一个项链 然后鞋躺 对,没错 它基本上其实是 它基本上其实是 等于是西方艺术史上的一个 谈到印象派时期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 其实那件作品出来的时候 我们现在认为是经典 可是它那件作品画出来的时候 在当时是认为是一个批判 是个丑闻 为什么呢 并不是因为那一位Olympia这位女士 特别的裸露 她的姿势其实跟很多古典的画 维纳斯的画家的那个姿势是很像 也是一个横堂的裸女 它为什么会在当时一画出来的时候 被认为是一个丑闻呢 第一,基本上在当时的巴黎上流的社交圈 都知道马内在画的人是谁 对 它其实是当时的一个社交名媛 社交名媛 第二,它的场景 完全不是像刚才我们看到的 赛季的那种场景 那种... 那种古典的 古典的神殿的一个背景 而是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他的家 去过的男士都知道那是他的家 所以其实那件作品出来的时候 就被认为是一个批判 包括像... 包括我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那个窦家 Degas 它的这次有一张非常精彩 其实价格也非常高昂的 那个叫做玉女 玉女是... Bethe也是西方在表现身体的 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之一 像Degas 那个窦家这一次的那个焚彩 非常精彩的大作 再出来的时候 其实在学院的眼光来看 也是非常脆弱的 非常地色情的 非常地不符合该有的一个规范 首先我们看到它是一个 俯瞰的角度 一个女士蹲在一个浴盆里面 正在洗澡 我们每一个观看的人 其实都好像仿佛参与了一个 偷窥的 偷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从视角上 它其实就暗示 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正规 不像你看我们刚才看到赛基 它仿佛就像神殿 里面的作品 像昨天光眼也有看到 另外好几幅 在《历史之声》里面的作品 不管就构图 就绘画的模特 跟观众的关系 都还有跟画家 当然是有画家先把它呈现出来 把艺术家呈现出来 之间都是维持着一种 非常庄严的关系 可是你看 窦家画那个玉女的时候 马上你就知道是 有人在偷偷看那个女生 然后那个女生 甚至也没有看画面 他仿佛不知道有人在看它 他自己在洗澡 这里其实就进到 这次展览的第二个主题 叫作 《历史之声》 《历史之声》就像刚才提到 印象派兴起之后 整个现代都会生活的一个进入 开始越来越多艺术家 把现实人生录画 这里包括刚才提到 Degas这一个玉女 你大概可以想像得到 这样的女人是存在这个世间的 在这一区里面 也有非常精彩的 雷诺瓦的 画室里面的一个模特儿 其实是他自己的小姨子 然后另外包括 是这次也很精彩 在台湾也比较少人知道的 一个英国艺术家 叫Water Seeker 他画的荷兰女子 光是听到荷兰女子 大概就可以知道 它的行业是很特殊的 整幅的作品 它其实是相对小的一个画幅 一个身躯可以说是 相对臃肿肥胖的女子 在一个床上 然后光线非常地阴暗 也是知道她是特种行业 的一个女性 就是那样子的身体 其实是 就是这个展览 已经进入了 另外一个阶段的药精了 就已经开始世俗化了 开始世俗化 而这个世俗化 其实某种程度应该是 更贴近真实的人生 另一边 就是Seeker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它也像Degas一样 非常关心社会底层的生活 是 它也跟Degas一样 很喜欢去戏剧院 Degas画了另外一些 就是芭蕾舞娘 在后台的状况 Seeker其实也是 可是你看 它的表现就更赤裸裸 更阴暗面 更激烈一点 就是Degas还是用粉彩 让那作品 还是有它的一定程度的甜美 所以大家现在都还是非常喜欢 豆佳的作品 芭蕾主题前面讲了两个主题 它渐进的 包括它的整个的时代 也慢慢越来越拉近到现代 对 对不对 其实更多的流派也出现了 没错 对不对 更多的 就是说从20世纪开始 立体主义这些 当不同的画派出现之后 其实这个展览 也把各种不同画派里面的代表作 跟New的这个 Subject Matter有关系的一些作品 全部都开始收进来了 它跟一般的策展比较不一样 就是它并不是按照年表 完全用年表式的 或者是用艺术流派的方式 而是透过主题的规划 是 刚才第一个 我们已经谈到历史之声了 那我们第二个就是私密之声 就是开始的 总产阶级、新奇 接着就进到第三个主题 就是 那现代之声 其实它是在整个 一、二十世纪前半 比较前期的 开始去把身体的 特别是一次大战前的这段时期 西方艺术开始的 对抽象形式的一个兴趣 总之现代之声 其实在探讨的就是 在这段时期 有大概两股主要的力量 在重新思考 以人体为核心的一个 形式的一个实验 一派当然就是刚才提到的 对机械美学 包括火车 这包括我们知道的 未来主义 然后包括皮卡索 在做的立体主义 还有包括像涡轮主义 Vaticism 它是比较属于真的机械美学的 这一个部分 把身体变成是一个 就是一个形式 来做一个实验的 就是刚才光源 有在展览里面看到的 大家比较熟悉的 当然就像皮卡索 那样子的所谓的立体主义 身体各种角度的 切割不同的试点 另外其实比较抽象 抽象化的一个呈现 包括像雕塑的话 就像Henry Moore 我们知道的现代主义 其实就是一个抽象艺术的开始 认为透过抽象 其实有一个所谓的 一个国际风格的可能性 可是其实在同时 也有另外一派的人 是进行反思的 就是说人类的社会 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子 一直进步是最好的 所以现代之身 这一个整个section 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形式上的 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实验 其实在这一区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家 叫Barbara Hepworth 他其实是跟Henry Moore是同学 那 他是女性 他是女性 这件作品是本来不能来台湾 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跟争取之后 他能够纳入到台湾 这次的展览里面 像他的作品 在这里面是一个很漂亮的 半身的一个 一个女性的 一个红色的沙岩的作品 就是回返不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古典 希腊、罗马那种理想化的 OK 漂亮的肌肉 完全非常理想的身体 在现代之身完之后就进入到 超现实与现实 超现实主义与现实 在这一个展区里面 艺术家可以分为大概策展人的安排 大概呈现两种样态 一种就是某种程度顿逃到 所谓的潜意识里面 去重新思考现代文明 跟现代文明跟 因为现代文明所带来的 包括两次大战 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所谓的超现实主义 比较在梦境中或潜意识里面 去进行思考的艺术家 另外一组就是这个 其实它里面蛮多的艺术家的作品 就是回归去看到战后 欧洲的生活情况的一个困难 在这展览里面 其实有一件作品 就叫作《罗女与面包》 你大概也记得 那个画幅相当大的一个作品 就是一个 也可以看得到 是一个充满疲惫的 身躯的一个女性身体 前景的桌上 就是有几条面包 棍子面包 没错 然后地上方的 其实就是一些男性的衣服跟鞋子 那你也知道 他其实是为了生活 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样子就渐渐跨到了 既有时代的氛围 政治的背景 文化的状况 跟经济的情境 同时也谈到了不同的风格 从超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 然后接着进展到 也是谈到人 战争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大的命题 大的主题就是爱情 对 就是第五区 情爱之声 这也是这次展览的非常精彩的部分 包括我们这次展览的 首要的那个象征作品 Iconic作品就是罗丹的Kiss 好 在《情爱之声》里面 其实在这里面 包括有谈到同志情谊的 David Harkney 这个作品是他帮希腊的一个 当代的诗人叫Coverfish的书作的 Drawing 其实这个系列出来 像在当时其实是非常勇敢的 因为在当时的英国其实... 对,同性念的议题其实... 同志的议题其实是 还没有被出罪话的 《情爱之声》 其实这一个节目也是非常的私密 但是非常的精彩 你可以看到不同类像的艺术家 我们都知道说 William Turner 比较有名的就是 他是英国派代表的 印象派时期的画风景 特别是海景的 海景、水景的艺术家 即使像这样的艺术家 其实他早期的训练 也是要从身体写生开始的 所以这次在《情爱之声》 大家千万不能错过的就是 他年轻的时期是出游 所做的一个数写部 里面其实很多场景是 男女欢爱的场面 我很少看到在展览里面 把艺术家早期的 很少说非常私密的那些 sketchbook都展出来了 没错 那就是这一次的 第一就是大师林立 大师的作品都是 真的很重要的作品 不是只有名字重要而已 对 另外就是大师 但是是你比较想象不到的作品 像 像Bakon 像Turner也是 像Turner 第六区其实叫做 我们中文翻成雪漏之声 其实它的英文 我觉得更能传达出 这一个整个section的 这一个整个展区的概念 就是叫做 就是 尤采作为身躯的一个表现 那你就可以看到 看到它的作品 大概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说 Pain as Flash是什么意思 就是尤采重新成为 表现人类身躯 这个皮囊的一个表现 它并不是只是写实的 把那样的一个老化的皮囊 再现出来而已 而是透过它那样子的一个 细腻的处理 你仿佛看到它背后的 更深层的这一颗 OK 对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的人也都知道 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英国女皇 Queen Elizabeth 帮她做了一张画像 也可以让观众朋友 有机会可以加入看 就是这样的美 你知道Floid 绝对不会把它画成 像赛基那样子 皮肤光滑完全没有作文 而是如何去再呈现现实的 真实的样貌里面 让你看到因为真理的存在 或是灵魂的 一个深层的底层里面 你去感受 每一个不同状态的身体本身的美感 那我觉得在这一区里面 也同样精彩 就是William De Kooning 也是光源非常喜欢 你说听到这个名字 就一定要去看展览 不光是因为这个名字 照我说这个展览一定要看 对 因为De Kooning 我们知道是抽象表现主义 最重要的大师 那两件作品其实摆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 一个是比较抽象画的 就是抽象 抽象艺术的形式 因为De Kooning 画很多大女人系列 那可是De Kooning 自己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 就放在这两件 大师的作品中间 他说油彩的发明 就是为了呈现血肉之躯 一开始我们谈到很多身体 都是一个形式 那其实这也是 A码测展人的主要论述里面 就是Nude或者是身体 as flash or as form 身躯或者是裸体 是作为一个形式 或是作为一个血肉之躯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form 跟flash的辨证 一直延续在这个整个展览里面的 一个影符的一个主题里 进入第七个展区 其实非常重要的 也就近到70年代 女性主义心情 OK 所以在这个展区里面就是所谓的 身体政治 Body politics 艺术家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去运用身体 包括女性艺术家 用自己的身体做摄影 或者是不同文化族群的身体 渐渐进来 那里面其中一副像 非常挂在 就是直接一进展场 就可以看到的这个 非裔的艺术家 那个叫Hendrick 他画的他的男性友人 本身也是个黑人 那他的这个 就是不同族群 黑人的身体 男性的裸体 刚才谈到这里为止 大部分的裸体 我们看到的就是 男性艺术家画女性的裸体 for 原则上是大多数都是男性的观众 对 进到这去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的 包括女性的艺术家 画男性的裸体 其中的一个很经典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叫做Sylvia Slay 一个现在也是当红的女性的 英国艺术家 他画的他的男性友人的作品 那个男性友人就是做出那种古典的 鞋塘的 罗尼的姿势 全身 他是一看你就知道 他是拉丁美艺 拉丁美洲艺的男性身体 就是在这里面包含 艺术家去表现身体 从不同的性别 从不同的种族 从不同颜色的身体去重新探讨 身体变成是一个政治诉求的工具 而不再是一开始的一个 理想形式的一个再现 进到最后的这个展区也是 我当初看到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觉得这第八个展区叫做脆弱 我们中文翻成 但我觉得英文其实更能传达 它真正的意涵就是叫做 就是非常容易受到伤害的身体 我觉得正是反映我们21世纪 整个的一个身体的景况 我们再回想一开始 雷顿爵士的那一个 完全是immortal的 不朽的 永恒的 像列柱一般完美的女性身体 一直进到这个第八个展区 脆弱之身 一进来它其实是多幅非常大的 摄影作品 这整个也是因为80年代 摄影输出的技术的发达 所以可以做这个大尺幅 加上摄影机也越来越成为 艺术家的替代性的画笔 摄影的随手可得 也让很多艺术家把摄影 当成他写日记的方式 对 所以在脆弱之身里面 经典作品就是John Copeland 这位他本来是英国人 但他后来50年代之后 就移居美国 他从80年代开始 他自己艺术家本人 应该已经将近70多岁 每天用摄影机 记录他日日老去的身体 而且都是大的 非常的巨大的特写 你可以看到那种西方老男人的身体 垂下来的胸部 长满卷毛的身体 然后放在白色格柵里面的 一个一个 但是都没有头 就是身躯的section 身躯的局部 那是一种沧桑 人的沧桑 我觉得更是一种真实 更是一种让你看到 我就觉得这个展览最美的部分 就是你看到一开始的 我们投射的这种 不朽的 不老的 永生的身体 到最后我们面对 现实人生里面的衰老的身体 而在这里面你看到另外一种美 这就是为什么 后来我们决定 我们的展览名称称为裸 而不是裸体 裸其实是另外一种坦诚的 勇敢地去面对自己身体的态度 Floid他通常都对同一个模特 做非常长时间的描绘 我们看到也是一个 历尽沧桑的一个女人的 西方女人的身体 油彩的堆叠 你看到他 知道他就是 西方老男人或老女人 都常常会有那种 半红的皮肤 他那些作品就是这样子 刚才我们谈到Coplin 我就会觉得 Floid曾经谈过一件事情 就是大部分人看到Floid那一件 站在画堆 布堆旁边的女人 这件作品的时候 都会认为他画得很写实 或是跟现实很接近 可是Floid自己曾经提过说 其实现实跟真理是不同的 他说因为真理含有启示的 就启发人的元素在里面 换句话说他画的 其实是某种真理 他那个身体 乍看好像是直接就是把 一个女性的身体的一个在线 是我觉得这个展览很棒的部分 还有哪些真的就是 你如果不去 你真的其实以后 你可能要花很多钱 坐飞机到巴黎 到纽约才看得到的作品 还有哪些 对 没错 这次其实 这次其实总共有123件作品 超过60位艺术家 大概我敢说超过8成以上 都是台湾第一次呈现的艺术家 这次重要就是这些艺术家 不仅是名字重要 作品也很重要 整个20世纪里面最重要的女性艺术家 我的女神一般的 就是Louis Bajer Louis Bajer可能台湾观众 比较熟悉的就是 去过日本深美术馆 前面那个大蜘蛛的雕塑 就是他的作品 另外还有包括刚才提到的 Lucian Floyd 他也是屡次创下 再次艺术家的最贵的画作 还有包括刚才提到 Francis Bacon Bacon这次作品是小的素描 可是它特别有趣是因为 Bacon一直否认他 为创作会做素描 所以这次就让我们发现 它其实有 然后还有包括像抽象表 那个超现实主义里面 几件作品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其中一位其实 那个光源非常喜欢的 就是比利时的艺术家 叫做Paul De Waugh Paul De Waugh的那一个 1944年的 沉睡中的维纳斯 那也是教科书里面 一定都会提到的作品 那在超现实主义里面 包括像The Chirico Chirico 进到更当代的 包括几位都是跟Turna讲 或者是跟我们现在时尚很常常提到的YBA 90年代兴起的一波新的年轻英国艺术家 都在拍卖市场上的辛丑 其实我很喜欢David Hockney 对 还有David Hockney David Hockney 是第一次 而且是这么竞技性的话题 对 David Hockney 因为我以前比较熟悉他的 就是他的摄影和拼贴的东西 这个展览 如果里面的一些内容跟 如果这个主题在 在美术史上面的一些意义 那真的 如果你错过这次展览 刚刚讲过 如果你要看特定的一些画家的作品 你真的 你是要去纽约 是去巴黎 去东京 所以真的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那最后 玉玲 谢谢你 今天能够拨空来跟我们来讲解这一次的这些画作 谢谢 来 谢谢光源 谢谢 谢谢 对到了深夜看天下这个单元 我们今天跟何晨辉来聊 日本一科入学歧视女生的这个事情 那个程辉好 光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件事情在日本闹很大 对 这件事情闹得非常的大 日本基本上歧视女性已经不是一天了 所以为什么这次特别大 这个其实是一个杠上开花的结果 OK 因为原本是日本的东京地坚署特殊科 他要侦办一件可能是公务员受贿的案子 结果没想到杠上开花发现 就是这个日本一科大学 长期以来对于女性的入学考试的时候 有歧视的现象 而且是一个系统性的歧视现象 看一个公开的数据来看 一般来讲日本的医生难多于女 而且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部分 日本的女性其实在很多地方 逐渐的已经在职场上取得比较平等的地位 从比例上来看 像药剂师的部分 女性可能已经包括了百分之六十五 可是日本的医生中 女性的医生只有大概百分之二十一而已 那也说五分之一 只有五分之一而已 那我们看大学的入学的部分 理科的部分 他的入学率也都是在 男女都是十一点六 工科的部分大概 微小下去12到 一个女性大概百分之十二 男生是十二点 十二点二 基本上几乎是差不多的 可是到了一科就不一样 如果是一科的部分 女性的入取率 大概就降为只有5.9 而男性大概6.6 那这个已经有差距 可是我们都觉得这个数据差别不大 那但是今天这个爆发案子的日本一科大学 男女之间的入学比例的差别 就非常的惊人了 2017年这一次的入学为例 经过两轮考试最终是 8.8%的男生会入取 女性呢 女性只剩下2.9 只有她 两倍多的差距 那这个数字就变成 我们对照刚刚讲的全国数据 全国一科平均的数据来讲 就显得不合理 因为全国一科的男女比例的入取 差距只有不到1% 6.6对5.9 后来他们就发现 其实从2011年开始 日本一科大学就有意识的 特别对女性以及重考生 尤其2年以上的重考生先减分 从考试上面怎么去判断 对 这个有趣的一点就是他们后来发现 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对考试来讲它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是我们像我们填卡的电脑 填卡的笔试 这个部分看起来要作弊的机会不大 重点就是第二步 第二步是小论文及面试的部分 他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填卡的部分照说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作弊的方式 就是我第一轮你的分数 只要到达一定程度之后 如果你的分数比较低 我第二轮分数给你加分 日本医科大学当然有这样做 可是他在从2011年开始 他做了一个更可恶的事情 就是他有系统 怎么叫系统性的减分呢 就是这些分数在第一轮之后 这些分数全部都先打上八折 成80% 比如说女生的分数 不 所有的人的分数 全部都打八折 然后如果你是男生 和第一轮考试的 重考一次的一年生 这些人直接加分 30到40点不等 重考两年的是加10分 其他的通通不加分 这就拉出了他的差距 然后剩下他们有一些 有一些所谓的 一定要入学的学生 也就是收贵 或者说曾经是 日本医科大学的 学生的小孩等等 或者说曾经有捐钱 给日本医科大学的学生 金主 他的学生 或者说推荐名单上的人 再透过第二轮的部分 再加分 用透过这样的方式 第二轮就口试 这种东西 第一轮的部分 女生会减80% 第二轮的口试 和小论文的部分 这些男生又会被加 最高可以加到 40分到50分 这样的差距就拉出来 很大 所以为什么会变成 女性只有2.9% 男性去高达8.8% 这个过程 过程据说都是 他们的前任校长 和前任理事长 两个人所为的 也就是这次案件 之所以爆发的原因 是因为 他透过用这样的方式 跟日本文部科学省的高官 就是科学技术和 学术政策局局长 所有态交换 就是说保证 让他的儿子可以入学 然后把 然后他交换的条件 就是让日本医科大学 可以被列入 文部科学省的 补助名单范围内 OK 对 所以他整个 原本检方 日本东京地检特授部 他因为要侦办的 是这个案子 但想不到 阿杠让开花 他把2011年 11年到现在 8年 这8年来发生的 这些案子 性别歧视的东西 全部找出来 而且被追究责任下台的 校长和理事长 他们也有说法 因为他们就是传统 日本大男人的观念 就是说 因为日本女性 如果当医生的时候 遇到以后 医生要值班 或者说她未来怀孕 她都可能会离开职场 那这样的话 那对于整个医院 培育人才来讲 或者说对未来的医学 医学的人力的充足性来讲 是不够的 所以她先天就认为说 女性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这样 所以他们希望 他们有一种说法说 一个男生 一个男医生 抵三个女医生 所以他们就希望说 那我就多录取男生 但这样的做法 其实造成一个 很坏的影响 就是造成日本医科大学 他的国考合格率 就医生最后考资格的 国考合格率 低于平均数 而他们自己的教授 也都承认 他说如果这些 通过歧视制度进来的学生 或者是这种特殊生 如果的后门不堵住的话 日本医科大学的合格率 没有希望可以提升 其实他们用来 当做一个说辞的 这些歧视的理由 什么预音架 这种东西 其实普遍的就是 不只是医科 我相信就是说 包括台湾的很多的职场 也都是用这些理由 他们都会以 女性的特别的身体上的需求 或是说 他们就社会压力的 思考的方式 那就对他们的 包括职场的 从 我们可以看到从进入 到未来的升迁任用等等上面 都遭到一定的歧视性的待遇 台湾相对来讲 可能还比日本较为 较为 就是说歧视性较低 可是在日本这种情形 这根深蒂固的情形 非常严重 所以理论上大家对医生 一向是认为他们 社会阶级比较高 对他们比较尊敬 是 已经到了这个21世纪 东京医科大学 虽然是失效 但是它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这个百年的医学名校 居然也会爆发这样的丑闻 这个也是让大家觉得大辞以尽 其他的医学大学 这个就是扯出了另外一个 很多人对日本医科 尤其像特别是像医科大学 对医科大学 的质疑 事实上一些 他们有一些比较 比较不入流的医科大学 或者说医学学校 事实上之前就一直有传闻说 他们有这种用钱筛走后门 或者说歧视性的 歧视性的入学 入学的等等的情形 一直有这样的质疑 也不时有爆发这样的事情 只不过像这一次 这样被抓到系统性的歧视 而且还是一个算是 有相当名气的学校 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算是跌破大家的眼睛 这样子 所以不要以为医学院就是 不知道 它除了是说 它对于你的身体的疾病 也许它比较能够处理 其实对于很多人权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医学院反而显得相对保守 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情形也是尤其在东方 好像特别明显的 对啊 不管是知识还是道德 我觉得其实日本 这个东京医科大学 这个事情闹出来也好 因为其实日本真的是 需要像这样子的刺激 对不对 尤其如果你们家是女儿的话 就闹出这个事情 他们一定很高兴 好吧 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差不多 陈伟谢谢 我们就聊到这边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